随着黄马在最近一轮联赛中失利,跌下积分榜第一的宝座,呼吁老佛爷签下一名优秀前锋的声浪,再次袭来。目前和赛卢并没有完全取得信任。事实上他神一场,鬼一场的表现,看起来也难有大作为。而罗德里哥本赛季的状态看起来也在持续下滑。随着贝林厄姆的到来他的战术价值,不得不做出一定的改变。 至于贝林厄姆,似乎也在逐渐退去高校,成为安率麾下的新卡卡,任重而道远。就在黄马看似再次迎来危机的时刻,西班牙媒体爆出猛料,黄马希望在冬季转会窗口,就开始尝试运作奥斯梅恩的转会。 而球员对于登陆这家足坛最大的俱乐部,并不抵触。许多人将他与两位当今世界最出色的年轻球员姆巴佩和哈兰德,相提并论,并猜测他是否会更适合黄马。 本视频将通过数据分析和理论探讨,对这三名球员进行深入剖析。 首先,从数据上来看,奥斯梅恩在本赛季的进球效率明显下降,六轮比赛只取得三例进球。 这个数字是不如姆巴佩和哈兰德的,但是,这也并不意味着奥斯梅恩不如两位另外两位球员。 如果将时间线延长,时间扩度延伸至本年度,则会发现奥斯梅恩与姆巴佩、哈兰德的进球效率,旗鼓相当,都直逼20球而去。 其中,姆巴佩的优势在于他的速度和突破能力。 这两项技能在关键比赛中,往往能创造出意想不到的机会。 为球队带来巨大的优势。 此外,姆巴佩的终结能力也非常出色。 这种能力让他在场上成为了一位真正的威胁。 只是姆巴佩终究不是一台精密的机器。 作为一名有血有肉的人,他也会有状态糟糕的时刻。 在梅西还在大巴黎校里的上赛季,姆巴佩就经常踢飞皮球。 而且他的性格也比较孤僻。 哈兰德则拥有惊人的身体素质和强大的门前嗅觉。 他一度制造65次成功争顶和场均16次越位都是他优秀运动能力的体现。 此外,他的场均射门数和射门转化率都是三人中最高的。 这显示了他的高效进球能力。 尽管奥斯梅恩在进球数量和场均评分上与新绝代双交不遑多让,但他是否能比姆巴佩和哈兰德更适合黄马? 还需要考虑多种因素,只能说黄马优秀的中场,可以最大保证一名前锋可以吃到饼。 剩下的就看球员的进球进球把握能力了。 从金球奖的角度来看,姆巴佩、哈兰德和奥斯梅恩都是极具竞争力的候选人,意味着加上黄马的造势能力。 三人中任何一人加盟的话,都将最大程度抵进金球奖。 其中哈兰德在曼城的高效发挥,可以比得上甚至超越光有造势能力的黄马球员。 这种背景下其实如果冲着金球奖,那么姆巴佩和奥斯梅恩更可能登陆伯纳乌。 相比于大巴黎不在乎钱,更想要姆巴佩留队。 纳布勒斯对于奥斯梅恩,则仅剩下巨额套现的想法,得老的为人,人尽皆知。 而且,在最近一轮一甲比赛中,奥斯梅恩罚丢点球后被主教练替换下场,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信任危机。 卡萨诺甚至披露奥斯梅恩不满加西亚的排兵不振。 综合来看,西班牙媒体爆料黄马渴望引进身价1.2亿欧元的奥斯梅恩,并非不能成功。 而纵观奥斯梅恩的职业生涯,他如同黑马一般崛起。 在两个赛季前,即效力纳布勒斯的首个赛季,赛季进球数侃侃达到两位数。 但在上赛季,已然抵达31球。 成长潜力确实极其可观。 如果有黄马的引导,或许会真正成为一代比肩来万、本泽马的神风。 不过在刚刚结束的下窗中,纳布勒斯对奥斯梅恩要价1.8亿欧元。 这一次又会要价多少。 但是随着黄马危机逐步加深,看起来老佛爷已经不得不真切,引进一鸣,距心急中锋。 否则不要说欧冠再次登顶了。 就连在西甲抗衡巴萨,都会逐渐有心无力。 如果签下奥斯梅恩,黄马也将彻底放弃签约姆巴佩。 这一局姆总又该如何去破? 好,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。 感谢大家收看。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,欢迎订阅转发。 也可在下方留言评论。 谢谢大家。